到停车场去停车呢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也就是停车卡不见了 那么通常呢都会规定说 你就要从当天的凌晨开始计备 其实很多的驾驶来讲 他们觉得相当不公平 那么现在也有明代呢 打算要着手修法了 因为其实停车场可以透过监视录影画面 来查出进场的时间 停车拿入场卡 这是你我熟悉的基本动作 但您知道吗 又是这张卡不见了 停车场有规定 停车费要从凌晨开始算 如果你掉了停车卡 当天下午6点 你去停车的话 你要缴18个钟头的停车费 一个钟头如果30块钱 你要缴540块钱 所以这是很不合理的 明明就有装设监视器 能用来调查停车场内发生的车祸 却不能辨识车辆进出时间 又不是没有监视系统 你可以找到进场的时间 为什么一定要照一整天收费 以后未来这些管理设施 一定要能够列出车牌号码 也就是有车牌号码辨识系统 一方面安全管理可以得以确保 二者可以保障民众的权益 明代打算着手修改制度 一规定调侦视器查询进场时间 下次当年停车卡不见了 可别傻傻的当冤大头 专心为陈一帆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